怎么才接我电话 哦 刚才开了静音 没有听到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跟我说实话 发生什么了 还是被你发现了 其实也没什么了 日常挫折白了 跟我说说 说不定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我 我找到了一家很特别的餐厅 想要采访做美食节目 你知道吗 这家店除了食物 任何方面 都得到了满满的差评 差评 这样的店 你也要采访吗 没有做店家的自觉 也适合上节目 本来我也很担心 但是周其洛向我极力推荐 说是他吃过最好的餐厅 而且 我也觉得这家店足够特别 所以就直接过来了 也怪我不好 没有说明来意 也没有征询过店主的意见 就直接带着相机来了 结果呢 你被赶出来了 虽然我做错了 但是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吧 虽然店员很礼貌 可是这么被赶出来 心里还是很难过 很生气啊 这样你也不好栽进去 是啊 这样吧 下次我去 你只要跟在我后面就好 我很担心那个看上去 很万能的老爷爷 会把我们两个都认出来 你说的这家店叫什么名字 苏文尼尔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 连你们都知道啊 看来这家店 还真的够特别的 既然这样 你打算怎么办呢 大不了就换一家吧 藏有美食的店铺 一定布置这一家的 那你在这家店门口等我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 能节省一些路上的时间 就这样吧 不用了 你这么忙还要操心我的事情 既然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这么点挫折 怎么会难倒我呢 放心吧 我一定可以做好节目的 好吧 但是如果有问题 记得要找我 嗯